來自田納西州的美國聯邦眾議員 馬克·格林受訪時表示 他將在本週內提出一項法案 包住美國公司從中國大陸撤回本土 全部搬遷成本 將以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稅來支付 格林議員表示 鼓勵美國企業回簽 是出於經濟和國安雙重考量 4月中旬 他曾致信參眾兩院兩黨領袖 希望他們支持這一計劃 信中說中共故意隱瞞病毒疫情信息 導致全球擴散 其中包括美國 同時中共還扣押關鍵醫療用品 目前美國失業率已創記錄 而中共在乎的只是權利和財富 據媒體報導 疫情打擊之下 川普政府也正在強力推動計劃 將全球工業供應鏈撤離中國 降低對中國依賴度 即使不回流也要轉往其他更友好國家 國務卿蓬佩奧4月29號表示 美國正在和澳洲 印度 日本 新西蘭 韓國及越南合作 以推動全球經濟 討論內容包括如何重整供應鏈 以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